明天是元旦节咯 所以说今天晚上 全世界都在跨年 都在欢迎新的一年的到来 那么当然 马克力在中国这边 在成都也要出去跨年 去看一下成都这边的人 是怎么跨年的 但是首先呢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今年跨年去哪里了 跟谁过的呢 过得怎么样啊 你们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哈 今天我就把你们带上 咱们一起跨个年吧 咱们出去去看一下成都跨年 当天晚上的风景怎么样 有哪一些活动 然后接下来 再跟我们德国那边对比一下 今年谁跨年过得更好 还看一下我们德国那边 一般跨年会怎么过 会做哪一些活动 没有看过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来看一下这一期 我的名字叫马克力 我在四川成都啊 今天这个视频的分享中 咱们就一起跨个年吧 欢迎2022年的到来 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 那咱们直接出发 咱们就一起跨个年 朋友们,Marky现在来到成都这边的南龟坊了 上次我也做过一个视频 也说过中国所有的节日 所有的时候这边都是最热闹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今天成都南龟坊过年是怎么过的 一、二、二、一 把你的手车轻开 我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紧张 最好的心过来 够好的心跳跳 每个人都快 吃啥呀这个? 羊肉串 再个点,再个点 你看看他能吃了 辣椒 四川人 到家了我的朋友们 在家里面真的很安静 很舒服 Marky都好久没有晚上的时候出去 看看成都这边的风景 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成都这边太热闹了 虽然说我知道成都晚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热闹 但是今天这么多人都让我有点惊讶了 我都给我的朋友们发了这个视频 就是刚才我给你们看的这个 那么多人在跨年一起在刷,一起在开心 他们都说,哇,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这边街上都没人 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现在非常多的活动都收到限制了 路上确实没什么人 然后中国这边玩的可海了 但是你们也知道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想祝大家一个新年快乐 然后Marky现在准备睡觉了 明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德国那边 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 他们是怎么过新年,怎么夸的年 朋友们明天再见 欢迎回来我的朋友们 今天就是2022年的第一天 1月1日 欢迎新的一年的到来 Marky今天非常开心 成都这边今天的天气也非常棒 中午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去吃了个饭 上午忙了一会儿 然后下午休息 成都今天天气很有意思 你们看那边还有太阳 昨天晚上Marky跨年过得非常不错 今天也休息得非常棒 吃了一顿美味的饭 然后我看我的父母,我爸爸妈妈 从德国那边已经给我发过来了 他们昨天晚上跨年的一个情况 咱们再来看一下 他们今天跟他们的邻居们一起过街 过这个跨年圆丹街 看着就比较安静 但是很舒服 外面放着这个锅 然后吃点东西 喝点小酒 大家都在一起 这样肯定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家里面现在还是很多 这种圣诞的风格 因为我们会从差不多圣诞节的时候 一直摆到新年 差不多10号左右 才会把这些圣诞的装备装饰拿下来 然后我们刚才没有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眼花 因为每年放眼花、放扁炮 是我们那边的非常传统的一个活动 但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 我们那边的人不准放这些眼花 然后在超市里面都没有买这些东西了 今年就尽量的不让大家有太多的活动 所以说今年我父母他们 包括说我的大部分的朋友们 都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面 过这个圆诞节 然后可能就8个到10个人左右 然后大部分的人也是在家里面过 跟人事的人、跟家人们一起过 吃点好的东西、喝点酒、看点电视剧、聊聊天 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 但是还是非常舒服的风格 那么我的朋友们 Market觉得今年这个款念的对比非常有意思 非常明显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这边基本上 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好了 非常多的人 非常热闹 国外现在还有非常多疫情的情况 然后就过得非常安静 人特别少 我觉得吧 两个都有自己的好处 当然热闹也稍微有意思一点 但是你在一个非常小的 非常熟悉的 非常安静的圈子里面 过这个圆诞节 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那么Market今天也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圆诞节 和广念 晚上的时候就出去了 跟大家一起 欢迎了这个新的一念 第二天 就是今天的时候 好好的吃了个饭 好好休息了一下 我是觉得今年的圆诞节 和广念Market过得非常有意思 昨天晚上出去了 去成都的南瓜坊 和很多人一起欢迎了这个新年的到来 然后今年就是1月1号的话 Market就在家里面休息 去吃了个美味的饭 跟朋友一起聚会了 待会晚上的时候再出去运动一下 然后在家里面收拾打扫一下 晚上的时候再去草市 逛一下买点东西 然后准备明天继续忙着 那么我的朋友们 现在我也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今年这个中国这边 和国外跨年的区别怎么样啊 你们觉得哪里比较热闹呢 还有今年跨年和圆诞节 你们怎么过和谁过呢 过得好不好啊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 跟Market说一下 当然现在我还想祝所有的朋友们 国外的朋友们 国内的朋友们 所有的人都祝一个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现在就很快到晚上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们 所以说Market今天的分享 就马上结束了 我非常希望你们觉得Market今天的分享 还有点意思 这个视频拍的也还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稍微支持一下Market 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 当然我也会很开心的 那最后Market说 咱们在下一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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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